好 那我们来做一道 例题综合分析题 今天的话 我们特别把这些综合分析题 加在了课件之中 因为我对你们确实不是很放心 就带你们多做做题 所以说今年整个课件中 提量是比网民要大的 对吧 好 第一个 一企业是一个销售设备的公司 使用增值税率13% 使用销售的税率25% 2021年一元左右700万元 2021年发生如下的业务 第一 企业销售设备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取得不含税的销售收入3000万元 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取得不含税销售收入2000万元 没有开票的收入含税是2710万元 上述对应的成本共计4600万 第二 投资收益代方是220万元 根据权益法核赛的投资收益 他做的分动是什么 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代投资收益 这个是没有实际收到了 因此就要去做纳税调整 而成本法核赛的投资收益 这里是对应的是他的什么 应收股利 那应收股利实际收到了 是必须要调整的 均投资于境内居民企业 对吧 持有时间满12个月 虽然说在这里长期股权投资不调整 但如果说涉及到这个股息 如果说之前已经交过税了 符合居民企业之间的 像这种的话 用满12个月的 就可能会涉及到免税 所以说这里有两个点在考核 对吧 最终还上调 长期股权投资不调 但是后面我们对军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 要进行免税的税税优惠政策 要调说 最终是调的 地方政府债元利息50万 调 对吧 股权转让收益70万 金核算 股权转让收入600万 会计成本530万 计税成本是500万 实际支付工资800万 其中30万为百平工资 职工福利费150万 其中25万为退胜人员 节日福利费 150万为解贫职工的赔偿金 为企业高管支付的年金10万 全体职工支付补充一辆保险70万 仅仅为企业高管支付的年金合理吗 好像不太合理 所以说就可能不能够扣除了 为全体职工支付的补充一辆保险 好像是合理的 支付银行借款利息20万 已经取得银行利息结算单据 有招的费30万 限额扣除 为创新产品进行创新研发 费用20万加急扣除 三台设备通过市政府进行 公益性捐赠 其中每台成本15万 公益价值25万 取得捐赠票给注明 允许事件扣除 费用合计75万 2020年未扣完的公益性捐赠 支付30万元 那有同学直接老外就答题了 说要是怎么办 我实在不会做啊 如果说我给你拆扯 一小问一小问呢 先不看第一问 只看第二问 那现在只看第一问 不看第二问 那只看第三问 不看后面的 如果说一个小项 一个小项呢 你们谁都会做 实在说在这里 首先是个心态问题 心态不要崩同学们 你就把它当成N道题去做就行了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知道吧 所以说就给他当成N个小问 一个一个的去做心 而且这个就有几个小问之间啊 通常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OK 好 心态 首先不要崩 长就长 越长越有彩分点 你就不会全不错 最怕那种很短的 相互联系的 反而不容易得分 像这种你得不了全分 百分之七八十的分 你是可以得的 不要怕 好 也没有哪个同学综合题 能够得全分的 所以说我们追求百分之七八十 就可以了 对吧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 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个 账面记载的投资收益 应当分别如何处理 第一 我们账面记载的投资收益 那无非就是这 对吧 就是这两个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权益法核算的投资收益 那没收到 我没收到 我说梗子不碍 就不缴纳税 那这里就会让你少计收入 少计收入就少交税 因此就会纳税条件四十万 成本法核算的投资收益 那满足免税条件 又少计收入 又少交税 那么也会进行纳税条件 地方政府债券的利息 免征企业所的税 那又会进行纳税条件 股权转让收益 应按照 继税成本扣除 税法收益 是一百万 来 股权的 他在一开始 他对应的继税成本是五百 对吧 转让收入是一百 因此在此最终应该是六百 去减去五百 你会计成本 你肯定中间调整过 你调整过的 我都不认 我只认一头一尾 因此你会计上面是做的 会计上面 做的是六百 减去五百三 是七十 但是我们税法上面 指着一头一尾 一百 因此会计上面 做了一个七十的一个收益 而我们的税法做的是一百 因此最终就会去多计收入 多计收入 因此就会去多交税 多交税就会进行纳税调增 调增三十万 你看哪一点不会做 都会做 第二 确定可税前扣除了工资总额 第一 反聘工资可以扣除 因为他也是我们的职工啊 所以说税前扣除工资总额 那对的 来看具体的金额 那是不是反聘工资也可以扣 这是没问题的 因此现在对的 我们其中的这八百万也是可以去扣的 反聘工资是可以扣的 对不对啊 好 再来 我们对的 进入职工福利费应该如何扣除 可以扣除的职工福利费的金额是多少 退休人员的节日福利费 辞退补偿金都不作为税法的福利费扣除 因为这个说老实话 那对的退职人员已经不是我们的职工了 已经不是我们的职工了 因此他不属于我们的福利费 辞退也不是福利费 对吧 辞退 你不付这个辞退补偿金 你试试 要挨打的 像这种就不像福利费 那种是可以发可以不发的 主要 他不属于税法的福利费的扣除 税法口径的职工福利费应该是150 减去25 减去15 那对的来看怎么算呢 150总的 减掉这个25 减掉这个15 那最终税法口径上的福利费 应该是110万元 现在福利费的扣除限额 应该是800乘以14 那就112万元 那可以税前扣除了职工福利费 那就对呢 你超限了没有 没超限 没超限就全额扣除就是了 你看这里 其实考的还是比较细吧 你要把对应的福利费的性质给他搞清楚 所以说我在前面讲过的是职工福利费 职工退休人员 他已经是退休的了 不是我们的职工的 不是我们的职工的 但反聘的是 这是指的是退休人员 没说反聘啊 没说反聘 我针对辞退补偿 这是必须要付的 这个就不是我们对应的福利费啊 我在之前讲过 什么时候是叫福利费 什么时候叫工资薪金 当时还举了一个例子 找那个很漂亮的一个前胎的一个小女孩 去打项目经理的时候 还成了个老子的时候 对吧 还记得吧 对吧 就这个地方 第四个 确定可税前扣除的年金 和补充医疗保险的金额 对吧 第一个 我们现在只为高管支付的年金 对不起 不得税前扣除 因为 且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 未在本期认知 或者受购的全体员工 你仅仅只值得一小部分去付的 那针对此事 它不属于我们只是补充 类的这一样的保险 或者补充医疗保险 对吧 那就不能够去扣除 所以说 第一个 它大潜的都不服 第二个 虽然说我们说 这个其实表面上看着 我们是为全体志工是合理的 但我们还要去关注一个金额的一个问题 金额 它补充补充 对吧 它的金额补充补充 它的金额应该一个百分之五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整个工资金金是八百万 八百万的百分之五应该是四十万 所以说 一开始我整的那个七十那个地方 其实我还没有去算 我说 看着是可以去扣的 还去算它一个金额 所以说 八百乘以百分之五一个四十万 那这是一个对应的 只能扣除这个限额 对吧 你超过了就不能扣 对吧 那补充养老保险 补充医养老保险 分别在不超过 持工工资百分之五的标准之内 进行扣除 对吧 在即在一大税额时 所以扣除 超过部分就不予扣除了 第五个 确定可以税前扣除的 银行利息的一个金额 那并减数理由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的来看 此时的这个银行利息 银行利息 好 银行利息是二十万 但现在你取的是银行利息 结算的单据 那现在你仅仅是个单据 现在能扣吗 那你们要去注意一下 我们现在最关键 你要证明你相关的这些业务 是不是真实的 一个单据就能够搞定吗 确实没发票了 才可以去用相关的内外部的凭证 但这个地方是可以开发票的 对吧 那对应的正式相关的是一个贷款 那个服务是可以去开政治组的发票的 因此在此是我们应该要有票 你光一个单据是明显是不合适的 因此现在都不用去算限额了 限额都不用去算了 直接就是对应的 就是没发票就不让扣 银行借款利息二十万元 不可以随间购除 向银行金融借款发振利息之中 在2018年7月1日前 以该银行开局的银行利息计算单据 但2018年7月1日之后 对吧 这块了解就行 了解这个整个那个严格 我是这里以题待念的 根据企业所罗税 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28号规定 银行发生的赠税 应税行为取得了相应收入 必须向费用之方开局相应的赠税发票 因此在此时 利息支出需要取得 赠税发票 才能够作为合规票局 在税前列支 那第六个 确定可税前扣除了业务招待费的金额 那业务招待费 那你要搞清楚 你首先要去算你的业务招待费 自身业务招待费是多少 找业务招待费 他问你什么就什么 30万 首先算了30万的60% 第一个限额是18 同时关注他的整个销售的一个情况 整个销售的一个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销售 那我们就要去找他销售对能力一个基数 那销售收入 那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这里对应的应该是所有真实的收入 我才不管你有没有开过票 全部都算 那对应的此时的收入有哪些 来找对应的收入 来一个3000万肯定是要算的 3000万肯定是算的 开具普通发表取得不含税销售住2000万 这肯定也是要算的 未开票收入含税2710 那这2710对应的就要去做一个 假税分离 要去做一个假税分离 这里最容易忘的是什么 最最最容易忘的就这个三台设备 你现在每一台是25 要去做视同销售的 对吧 你毕竟进行公益性的决资 所有权就转移了 因此这里不要忘了 还有个25去乘以3 等于75 这要做视同销售 对吧 你看我一讲谁都懂 一听都会 一做就废 记住废是很正常的 谁不是废过来的 所以说我一定要扭转你们的心态 废其实是好事 废着废着 对吧 你就废了 先废再废 最后你就废了 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想想在功夫里面 对吧 周星驰被打通任督二脉的时候 不就是先把经脉寸断吗 最终才打通了任督二脉 所以说 就像说脱层皮 脱层皮就是先废再汇的过程 OK 好了 那对呢 我们整个的一个收入 其实是有这样的几块 32002710除以1.13乘以 对应的千分数 千万不要忘了对应的 75也要乘个千分数 对吧 前三个乘个千分数 没问题 最容易忘了这个75 乘个千分数 对吧 37.37 就可以税前扣除的业务招待费 是18万 对吧 我们以较低的一个限额 第七 确定可税前扣除的创新支出 费用的金额 那创新支出加计75%就进了 20加上20乘以75% 就是35万 第八 计算2021年可税前扣除 公益性捐赠支出 接赚下年支出是多少 可以接赚到哪年 填写填表了 填写A105070表 就一个表 好吓人啊 吓人 吓什么呢 对吧 这张填就行了 第一个 捐赠扣除限量 是按照整个会计利润 700 去乘以12% 84万 那对你的2021年发生的捐赠支出 记住是75 乘以1加13% 是84.75 对吧 那现在就来了 整个我们的扣除限额 是84 现在我们对你的2021年发生的是84.75 但现在还要关注这样的一个东西 现在我们对你的有一个对你的捐赠 它是发生在2020年的30万 这2020年的30万 它现在先扣 先进先出发 对吧 因为如果说不让别人扣 它就可能就要过期了 先发生的先扣 所以说第一个 你这个84啊 先去扣2020年的30万 你剩下的54 你再去扣2021年的 因此在此整个2021年的84.75 那还剩下的就个30.75 再去截转以后的三年 对吧 30.75是怎么来的 要搞清楚 对吧 先进先出 总限额84 先扣以前的30 剩下的54 再去扣当年的 对吧 当年的84.75 那现在对应的扣掉54 还剩下30.75 OK 截转三年 原理也很简单 对吧 2020年捐赠扣除时 先扣除2020年 未扣完的公益性捐赠支出30万 然后扣除2021年发生的捐赠支出54万元 对吧 84减去30 截转到下年的支出是30.75万元 对吧 就84.75减去54 可截转到2024年之前去进行扣除 往后面就这样三年对吧 好 那就去年前年上千年 那就三年 那对应的就对应的就是222324 对吧 就这样的一种信心 OK 好 那我们就来填这个表 第一个 我们这种是有限额的吧 当然是有限额的 因此跟第一行没关系 只会去填第二行 第二行对应的就是捐赠限额的公益性捐赠 那账载金额 那现在对呢 你账面上捐赠的金额是多少 捐赠的金额 你账面上你这一年的就是84.75 对吧 填下来84.75 就是84.75 你用语言表示了 对吧 以前截转的可扣除的捐赠 那以前年度的那不是截转过来的30万吗 填上去 按税收规定计算的扣除限额 那这个限额不就是对我们的700乘以12%吗 他问什么就填什么就行了 你管他的 对吧 对呢 就是84万 那税收金额 税收就最多让你扣84万 最多让你扣84万 对吧 纳税调增 那纳税调增就意味着 当年你现在 你会计上面 你做了是84.75 但是现在我们的税法上面 那对呢 是不是当年的只让你现在只扣了54 是吧 当年只让你扣了54 因此最终就会纳税 就少扣除 就会多交税 多交税就叫纳税调增 那纳税调增就是307500 看307500 对吧 好那对应到此时 对的也一个纳税调渐的金额 因为现在我们对的 还有个对的一个30 这30其实在会计之中 是不会让你再去扣除2020年的 但说法说2020年的我也得扣 我得扣30 因此针对我们是分开来做的 针对2021年的我去做纳税调增 针对2020年的我去做纳税调增 这两个金额的来源不同 对吧 最终在2021年的处理方式是不同 在2021年 针对2021年发现的金额 我是纳税调增 但2021年可以去扣2020年的 这块叫纳税调增 就多扣除 就会少交税 就会纳税调增 你看 讲得很清晰吧 对吧 这是我历年来去讲解设计符的时候 讲得最细的一次 一个数一个数的带着那边去填 OK 然后以后可以截转到以后年度扣除了 那就是这个307500可以截转到以后去扣除 OK搞定 那现在这个30万哪来的 不是来自于前三年度就是2018年 也不是来自于前二年度是2019 他来自于前一年度2020就填转 那以前年度截转可扣除的捐赠额就填30万就行了 那本年的是847500 本年的是847500 那对的就挨着挨着一个一个去填下去 有信心的就不填 没信心的就填上去就行了 OK 最终我们的全额扣除了没有不填 那123没有不填 核计数最简单 全部相加就行了 对吧 847500 30万 84000 84000 307500 3000 307500 OK搞定 也没有2015年度至本年发生的 公益性扶贫捐赠的核计金融 没有不填就行了 搞定 纳税深报表 你们说这个东西又多难吗 我觉得还是来 确实也来 对吧 但是如果说我带你们跑一听解决 好像我感觉我能够摸得到 只要我跳一跳 那你们就大胆的去跳呗 大胆的去跑呗 那说白了 就是去练 练的过程很关键 你可能一道题 你从完全不懂 到第二步你可能要花两个小时去做 到第三步你花半小时去做 到第四步花15分钟去做 到第五步 我再也不想看到他了 我都吐了 当你感觉到想吐的时候 那就对了 吐着吐着啥都会了 必须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再也不要跟我说 一听都会一做就飞 你去做呀 你做了你再跟我说你飞的问题啊 对吧 你必须要去做 你不飞是不可能的 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吧 飞的过程这样的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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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